月华年会,陈硕主角,王一博计犯西达香奈儿,低调奢华两相宜。 月华年会上,王一博的出现充满了低调中的奢华感, 他以休闲随性的造型和独特的气质引人注目。 在众多明星中,他显得与众不同,展现了独特的个性和风格。 王一博的时尚品味的确让人惊叹, 他轻松自如地演绎了简约优雅的香奈和计犯西风格, 让人不得不佩服。 在月华年会的走红毯上, 所有人都穿着西服或美服,妆容浓重,场面十分隆重。 每个人都精心打扮,相互比拼,展现自己的风采。 然而,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一博, 他却选择了与网卫衣休闲套装的造型出现。 这种不同寻常的休闲装扮使他在人群中显得与众不同, 展现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。 这次的王一博几乎没有化妆,身穿卫衣, 休闲裤,戴着帽子和板鞋,散发着嘻哈风格和街头气息。 这样的装扮让人不禁想起跳街舞的陈硕。 他的整体造型干净,清爽,大气,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这种休闲随性的打扮展现了王一博的个性和自信, 让人对他的时尚品味和独特风格赞叹不已。 王一博轻松应对别人费尽心思的挑战, 似乎毫不费力。 然而实际上,他的穿着装扮处处透露着巧思, 这表明他对细节的关注和重视。 他的休闲随性打扮虽然简约,但却精心搭配, 展现了他独特的时尚品味和个性风格。 王一博的帽子和项链来自于香奈儿, 而整套服装则是季范兮的设计。 他穿着破洞于网卫衣,一开始可能让人以为是蝶穿的穿搭, 但实际上这是超级的套装,融入了时尚元素。 这样的装扮展现了他对时尚的敏锐把握和个性的表达, 充分展现了他在时尚领域的魅力和影响力。 的确,王一博的穿搭看似简约不起眼, 给人街头少年的感觉。 然而,仔细观察却发现,从头到脚, 他的每一件服饰都透露着低调中的奢华。 帽子和项链来自香奈儿, 全套服装则是季范兮的设计, 破洞于网卫衣穿在他身上成为时尚元素的焦点。 扶了王一博。 他的穿搭非常清爽, 十分适合他的个性。 在低调的风格中, 他展现出了独特的品味。 他的步履从容, 举手头足间流露出自信和优雅, 彰显出他内心的优雅与深度。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日常生活中, 他都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魅力和自信。 他的时尚品味和气质令人赞叹, 让人不得不对他的独特魅力佩服不已。 王一博无需张扬, 也无需刻意营造虚假形象。 他的品味和气质就是他最独特的名片。 这种低调的奢华不是通过堆砌财富而来, 而是源自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 他的穿搭和风格都展现了他真实的个性和内心世界, 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和自信。 这种真实与自然的魅力, 使他在观众中赢得了更多的喜爱和尊重。 王一博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了一种低调的奢华, 让人身为敬佩和喜爱。 无论是他的衣着, 言行还是态度, 都流露出他内在的魅力和个性。 他的穿搭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时尚潮流, 更是在表达自己的品味和风格。 他的言行举止充满自信和优雅, 让人感受到他的内在魅力。 这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想要接近他, 了解他的更多一面。 王一博用真实和真诚的态度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。 他的个性和魅力让人感受到他与众不同的特质, 使他成为一个备受尊敬和欣赏的偶像。 没错,这位街头少年的清爽简约, 确实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种自我表达。 他不喜欢繁琐复杂的事物, 更愿意用简单明了的方式去生活和表达自己。 他的穿搭和风格展现了他对生活的独特态度和个性。 王一博的清爽简约和低调奢华形成了有趣的对比, 让他在人群中显得与众不同。 他不需要过多的炫耀和繁华, 因为他用真实的态度和自信的气质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和喜爱。 他的个性和独特风格让他在众人中脱颖而出,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 王一博不需要通过夸张的言词来吸引关注, 他的低调奢华和清爽简约让他在人群中散发着与众不同的魅力。 这种真实和自信的态度使他成为一个备受尊敬和喜爱的偶像, 为众多粉丝树立了积极向上的榜样。 他的态度和品味让人敬佩, 也让人不断为他点赞和支持。 这种在舞台上的自由自在和展现出的自信态度, 让人看到他对艺术的热爱和专注, 同时也让人感受到他的个性和独特魅力。 他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表现力吸引了众多粉丝和观众的喜爱, 成为一个备受追捧的偶像和艺人。 他在舞台上的自如表现, 让人见证了一个真正的舞台玩家, 让人为他的才华和魅力惊叹不已。 岳华家族年会的大合照中, 大部分人都举着热烈中沉硕的牌子, 帮着王一博宣传。 王一博从穿着打扮到神态动作, 都展现出宣传的态度, 表现得非常自信和独特。 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宣传, 无需过多言语, 仅凭穿着打扮和表情动作, 就能传达出他对电影热烈和岳华家族的支持和热爱。 他的态度和风格让人印象深刻, 同时也展现了他对生活和事业的独特追求和表达。 电影热烈作为一部备受期待的作品, 他的成功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关注。 通过共同努力, 相信电影热烈会取得优异的票房和口碑, 成为暑期档的一颗耀眼明星。 让我们一起加油, 为电影的宣传努力奋斗, 为王一博和陈硕的演技加油喝彩。 王一博在岳华家族年会上的轻松自在和友好互动, 让人看到了他与团队之间的深厚情意和团结合作。 这种团队精神和友谊的力量将成为电影宣传的有力支持, 相信电影热烈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将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支持。 让我们期待着电影的成功, 并为王一博和团队的友谊点赞。 所以,不要再犹豫了, 赶紧约上好友一起去观影吧! 在电影院中共同体验剧情的紧张刺激和感动情节, 与好友们一同分享观影时的笑声和泪水, 相信会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。 热烈点映和预售开启, 一部备受期待的犯罪悬疑大片。 观众们约起来, 共同期待电影带来的惊喜和感动吧!